刚才谢谢金总的介绍 然后也非常谢谢Siyama 对于LS14 以及我们后IDFA时代的 从归音角度的一个介绍 那大家好 然后我是IronSource 这边负责中国区广告投放的客户经理 那金总非常荣幸在GGDS这个舞台呢 能够跟大家分享 从IronSource这个商业化平台的一个角度 跟大家分享后IDFA时代的用户增长指南 好 那其实大家对IronSource 应该都不是很陌生 今天就是简单地介绍一下IronSource 我们IronSource呢 是一个在应用经济内领先的一个 为开发者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商业化平台 对 然后现在呢我们是IronSource已经创立有11年了 然后我们整体IronSource Mobile这部分的一个雇员呢 是在850名左右 其中呢有一半以上都是我们的产品 和技术 那大家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月活用户大概在25亿左右 然后现在在各大州呢 我们是有9个办公室负责本地化的一些账户管理 然后以及商业化一些建议分析等等 那在2020年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在我们Apps Flyer的这个影响力榜单上面排到了前三的一个位置 那右侧这个图呢大家可以看到是我们截取的App Annie 然后2020年最后一个季度下载榜的Top20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基本上大多数的开发者呢都选择了与IronSource平台进行合作 目前IronSource对为各位开发者提供的这个一站式的服务呢 我们通称为IronSource Sonic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目前是提供以下的一些解决方案 包括从用户获取然后广告变现到数据分析和广告素材创意 以及最终游戏发行这样一个圆环 那每一个方案下面呢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产品去为大家配套 例如说用户获取方面的一个交叉推广 然后Rose的智能优化 以及广告变现的一些AB test 然后需求分组就是我们说的segmentation 以及就是我们的一些广告素材创意 包括说为大家产出高质量的试玩广告等等 那作为一个就是跟开发者合作非常密切的一个商业化平台呢 自然开发者最近关心的一个议题 也是我们IronSource最近一直在紧密跟进的一个状态 那大家可以看到从去年我们就是收到说 LS将要对用户隐私做出一些政策 做出一些改变的时候呢 已经过去了将近有一年的时间 那在这一年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苹果的一个隐私政策 它是逐渐在收紧的 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呢 我们也是能观察到IDFA其实没有完全地退出市场 就尽管目前就scan推得非常火热 但是呢还是有一部分我们可以抓到这个IDFA的一个信息 那今年呢也是变化多端的一年 同时呢也是我们说微中有机 也是开发者需要说去保持高度敏锐度的一个时机 好那今天呢就是跟着我们塞马刚才的话题 我们会从以下这两点呢给大家就是简单地分享一下 IronSource这边的一些行业洞察 那第一点呢就是后IDFA的时代的素材应对方案 这个呢和我们其实买量 然后用户新增是息息相关的 然后第二点呢我们既然获取到了新用户 那之后我们如何让这些用户留在我们的机里 然后这也是我们下一个这个话题 好那我们直接就进入这个素材应对方案的一个议题中 那在IDFA的时代呢 我们通过投放广告去获取新用户 那之后呢它进入到我们游戏里面之后 我们是完全能够通过这个各种数据 然后来分析出这个用户在我们游戏内的一些行为 然后从而去优化相关的一些出价啊 然后我们的这个买量策略等等 但是在后IDFA时代呢 这样的连接就完全被切断了 好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们IronSource是如何 是有哪些关于素材方面的建议 对然后这边的话是有一些限制性的 后IDFA时代呢 苹果它的一个规则就是最多设置100组的广告投放活动 那100组的话就意味着说 我们能同时再测的素材非常变少了 可能之前我们都会在一些平台 大量的上一些素材 然后去测试我们产品的一个转化 但是现在的话 几个广告平台其实可能给大家限制就比较多 可能你最多就只能开7或者是6个这样的一个广告活动 那你同时上的素材就会比较少 那第二点呢 苹果的一个隐私门槛 也就意味着说我们很难将素材和用户安装后的事件行为联系起来 很难去分析素材在PIE事件里的一个成效 那第三点呢 也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个conversion value 它的这个转化数值机制包含苹果的timer 其实就意味着说我们测试素材的周期变得越来越慢 那在以上这些限制性的基础上 我们IronSource这边针对用户增长 会有哪一些在素材方面的一个提案呢 对 然后素材在我们这个新增用户啊 然后去用户获取的这个方面呢 也是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不能说因为我们可能现在没有办法获取到这个 用户的行为数据分析呢 我们就直接可能不去优化素材 这样也是不行 好 那第一点呢 我们会建议运用素材内的数据分析成效 然后这一部分呢 我们重点要看的就是这个互动形式的素材 好 那大家从这张图可以清晰地看到 IronSource平台呢 从18年开始一直到2020年 我们整体这个80%以上的流量 是来源于互动式的一个素材 包含我们说的这个试玩的视频 也包含说我们所说的这个试玩是Ncard 好 那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说 去试这个试玩类型 或者是互动类型的素材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从这个素材曝光给用户 直到用户点击这个素材 跳转商店页之间呢 是有非常多的一个环节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数据的大概 比如说它的一个完成率 然后用户参与广告的互动率等等 所以这中间有大量的数据可供我们分析 然后这一点分析呢是我们平时在普通的这种video 播放里面是做不到的 所以还是推荐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那以这个图片为例 然后左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用这样的形式的tutorial Playable了 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用户参与率呢 只有不到70% 然后我们经过对于这个广告内的数据的一个分析 我们做出了一些改变 然后它的整体用户的一个参与率呢 就升到了将近80% 好 那第二点呢 也就是我们说的另一端的机遇 苹果竟然就是为我们设置了这么多的一个门槛 那我们其实也可以把目光呢 去分到可能我们的安卓啊这样 虽然今年我们也收到消息说 可能安卓也会对这个GID做一些限制 但是目前呢还没有收到就是具体的一些消息 所以建议大家呢 也是还是可以去着重发展一下我们的安卓端 那这个数据呢 其实看上去比较复杂 但是一句话概括就是我们看到的 iOS端和安卓端 成功素材的一个相似的一个比例 然后有将近80% 也就是说将近80%的素材 它不管是在安卓 还是在iOS 它带给我们的这个增量效果 都是基本一致的 好 那这边是一个 以游戏类型区分的一个比例 大家可以看到是Puzzle 然后Arcade以及这个Simulation类呢 它们的双端素材一致性 趋同性就会更强 那相对来说Casino这样呢 我们还是可以去做一个细分的优化 好 第三点的话 我们会讲一下这个多层创意 然后相信就是做用户增长 然后投放的一些同学 对于IPM这个数值应该还是比较熟悉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千次展示 带来的一个新增下载 那这边的话 因为我们IDFA时代已经来了 所以呢 对于一个新的产品来说 你是不知道在你投出这个素材的时候 能够去触及到哪一些用户 所以呢我们是建议 大家能够把不同类型 然后不同品类的一些 能够吸引到 不同品类这个用户的素材呢 叠加到一起 例如说我们这个游戏 它可能是一个是强调说shooting 或者是强调说你设计一些丧尸啊 或者是其他类型的这种游戏 我同时呢 我加上一些赛车的元素 然后我加上一些爆炸的效果 那它可能吸引到的用户群体呢 就会更广一些 好 那这边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右侧的 我们所说的这个IPM Cake 我们可能平时呢 那就只能就是去吸引到 0到2这个层级的一个 丧尸爱好者的这样一个用户群 然后我们加上之后呢 就会得到一个像一个Cake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双重 多重的一个效果 另外的话我们也是有观察到说 近期呢有一些产品 它们会和一些比较著名的IP 去进行合作 那除了我们说的这些游戏品类的受众以外呢 它和IP合作 也带来更多剧迷啊或者书迷啊 这样的一个用户群体也来参与进来 好 那第四点就是我们 素材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这么一个核心 也就是创新 好 那平时我们可能就是作为 移动端的一个资深用户 我们平时去刷APP或者是刷游戏 其实能看到很多的广告 那什么样的广告才能够吸引我们 说从一个昏昏欲睡的状态 然后一下子被这个广告吸引住 从而去商店进行下载 然后成为它们的用户呢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呢 还是创新 好 那这一系列的一个素材展示 其实就是这一个产品 它做素材的一个心路历程吧 可能一开始我们就是展示这个产品 它本身的一个游戏玩法 非常的原生 非常的authentic 然后呢 它们还会去展示一些 可能说 因为你这个游戏有很多关要闯 那每一关可能它的一个UI啊 或者它的一个设计都不太一样 那我就去展示说 你可能需要去完成很多的关卡 那第三种呢 就是也展示一下 我们这个游戏内 除了可能就是让你玩游戏 然后看广告以外呢 我们还会给你一些 什么样的一个成就感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collection 像15年的时候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动态截图 它是game of wars 然后15年的时候 在超级晚期间投放的一款 非常烧钱的一个广告 那也是请到了 就是当时的当红好莱坞的一个女星 对 然后这款产品 因为它本身就是这样 重度的一个类型 然后我们当时是发现说 还是以可能这种传统形式的素材为主 然后非常非常少的 会有一些重度的游戏 然后以用户增长为导向 然后他们可能在这个素材经费上面 燃烧得非常的快啊 这种还是比较少 那在这一年呢 我们也是有看到说有一部分的互动式素材呢 刚刚流入市场 那在2016年一直到2020年这一期间呢 除了像这种传统表现形式的素材以外呢 我们看到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厂商呢 他们去进行一个内容或者形式上的创新 然后会有很多的像重度游戏 他们会尝试非游戏玩法的一些素材 比如说像中间这些比较轻啊 然后展示的形式 可能明明我是一个RPG 然后把它设计成一个小puzzle这种 然后去吸引用户下载 好 但是呢 这个情况我们看也不是说 每一家厂商可能都在尝试 或者我们就一直这样尝试 非游戏玩法的素材去吸量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还是有一些重度的厂商呢 大家应该也是有看过这个 这一款游戏的一个预告片 也是它的一个形式其实就和我们刚才展示的 15年的那Game of Wars非常的相像 所以这个市场呢 你要说变呢 它也是在变 但是我们认为还是万变不离其中 尤其是在这个素材的 好 素材这一部分呢 我们的总结其实就和我们刚才有 给大家分享的这几个要点是非常相关的 第一点就是行业在变化 但是对于我们用户的一个增长来说呢 素材仍然是无法取代的一个存在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刚才有说 运用广告内的一个数据分析 这个素材的成效 第三点呢 也是抓住安卓端的机遇 四五点我们就概括为这个创意无限 涵盖更多的元素 然后触及到更广泛的一个受众 好 那下一部分我们获得了这个新增的用户之后呢 如何通过一个工具也好 或者是通过某种产品也好 去留住这个我们的优质用户 并且使我们的产品LTV最大化呢 我们这边的答案就比较简单 其实就是交叉推广 好 为什么我们会选择 会推荐开发者去使用这个交叉推广呢 原因也是比较简略 然后我们观察到是有20%到50%的顶尖开发者 在广告活动中呢 会选择去运用交叉推广 然后交叉推广它的一个含义用 一句话总结就是 其实就是我自己的产品去投我自己的产品 对 好 那我自己的产品去投自己的产品 会有哪一些优势呢 其实就是这三点 第一点呢 因为我本身这个产品已经有一个产品投入在市场了 那我其实会有收集到一部分的用户数据 那我在去投我其他相似的产品的时候 我本身就会有一个 对这些数据呢 就会有一个认知 那同时呢 我就会留住这些优质用户 在我自己的一个产品矩阵里 那第二点呢 就是这些用户既然是比较适合我的游戏的 那它相对来说呢 比我忙买用户呢 就会给我带来更高的一个广告变现的一个收益 那第三点 可能我们之前就是 本身可能自己产品已经有一定用户量了 但是为了可能 我不想花钱在我自己的用户上面 然后我就不投我自己的广告 那可能就是会有一定的这个 对于我们这个获取 用户的一个规模呢 会有一定的建制性 当我们选择交叉推广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一部分用户呢 吸引到我们的新游戏里来 好那IronSource的交叉推广呢 我们是有专有的工具进行运作 然后它的优势呢 就比较简单 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几点 第一点呢 我们还是CPI的出价 但第二点呢 我们cross promotion 就是交叉推广会有一个专有的beader 去进行运作 第三点呢 在我们用户增长 也就是UA这一端呢 我们可以通过专有的广告活动campaign 去监测交叉推广部分的数据表现 提升我们的整体数据的一个透明度 第四点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对于我们开发者去做UA的时候来说 最实用的其实还是我们买量的成本 我们这边呢 IronSource这边的交叉推广 其实它的费用 只是你普通做UA的大概10%左右 那么说了这一些呢 哪些客户适合运用这个交叉推广 第一点 就是我们的开发者呢 他至少拥有三个 或者以上的一个相似品类产品的一个组合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一些 矩阵啊 这些比较专业的词汇 但是也就是说你 最好是 比如说你有puzzle产品 或者你有match3的产品 然后你可能过了两三个月 又有一款match3 那这种客户呢 就会比较适合去运用这些交叉推广 那你的用户 你的产品的这个统治性越高呢 你用交叉推广的一个效率就会越大 那第二点 不管是基于我们说的这个内购类型的产品 还是广告变现类型的产品呢 都适合去用交叉推广 那用 可能你用 你的产品是一个基于广告变现比较多的产品 那它可能就需要说我们去接入Answers的一个聚合 那你得到的这个数据才是最全面的 那对于完全类购类型的产品来说呢 我们会去创建一个专门的广告单元 实现这个交叉推广的一个成效 第三点就是可能我们一个公司下面有不同的这个studio 但是我们studio之间呢 可能没有特别大的一个竞争关系 那这时候 其实我们也可以去运用交叉推广 然后来节约不同studio之间买量的一个成本 那交叉推广作为一个工具呢 未来我们对它呢 也有一些展望 例如说呢 能够去更加细分用户群 然后它能够成为一种就是优化 整体效果和成本的一个工具 第二点呢 其实现在去 IAP类型的产品 中内购类型的产品 用交叉推广还是非常少 因为呢 它触及这个付费用户的这样的一个效率 还没有说特别高 所以这方面呢 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成长空间 好 那交叉推广呢 以上就是交叉推广一些要点 然后我们总结了一下 给大家展示一下 交叉推广呢 可以增加您的一个用户获取的规模 并且能够在 能够最大限度的提高您产品矩阵里 用户的一个LTV 那第二点呢 众多的一些顶尖开发者 例如说我们比较熟悉可能M-Notes 他们交叉推广的一个占比呢 大概是占到了整体 UA规模的90%以上 而且呢 在iOS14之后 也就是我们说的后IDFA时代 交叉推广受到越来越广泛的一个关注 然后这一点的话 想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它的一个原因 也是我们iOS14之后呢 因为有这个用户隐私的门槛 所以我们去买流量的时候 可能大多数时候 我们不知道这些用户是 什么类型的产品过来的 那我们用这个交叉推广之后呢 其实就是我刚才也提到说 我们对自己之前已经获取到的 这部分用户的数据 其实心里是有一个清楚的人知道 那我们在运用到我们之后 新产品的投放里面呢 对我们这个用户获取的一个效率 也会是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第三点也是刚才有提到说 交叉推广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 目前为止 并不是一个百分百非常完美的一个工具 所以呢 它也意味着我们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 好 今天呢 我们AronSource这边 关于后IDFA时代用户增长指南的分享 就暂时到此为止 那大家如果还有想要了解的一些 关于不管是用户投放 还是我们商业化变现的一些知识呢 可以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然后关注我们AronSource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了解更多的行业趋势 然后行业的一些文章干货 那右侧呢 是我们的一个业务二维码 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先拍照 然后保存这个二维码 那个我正要问两个问题啊 一个因为你在那个介绍的时候 其实有一部分是跟素材相关嘛 然后呢正好今天下半场的时候 那个Luna其实也是AronSource的 兄弟公司应该算 对吧 兄弟公司呢 它待会儿可能会带来更具体的 跟素材相关的这个介绍和内容 对吧 但是明显的就是iPlayable 就那个试玩素材 就是说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是的 然后这也是就是我们AronSource 作为这个商业化平台 有发现近期的一个主要趋势 不管是之前的像超清游戏 还是我们之后 这两三个季度 有观察到明显上涨的一个 内构类型的游戏 我们都有发现 就是他们尝试试玩广告的一个 意愿更强烈了 而且他们整体用户获取的规模 也有就是在这个互动类型的广告上面 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增长 对 然后并且也就是我们观察到的这个用户 后续的趋势也比较好 明白明白 那下半段 其实你重点有强调那个交叉推广 那就是其实我们自己以前也有用过 就是说 当然我们就自己小打小闹的来回推 那这部分是咱们是有工具 可以支持大家去做交叉推广 对吧 对 然后这个交叉推广呢 其实在unsource这边开启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只需要在 变线端的开启一个 cross promotion的一个beater 然后呢 我们在UA这边的campaign里面呢 去uncheck 禁止投放自己的游戏 这样一个选项即可 然后到时候那个效果也都是能够追踪到的 我们效果是完全可以追踪到的 并且呢 我们看是运用交叉推广的效果 它还是比较不错 明白明白 好 那大家如果没有扫码的话 可以扫码关注 然后在更多的资讯 可以后面和Airsource的同学去沟通 好的 好 谢谢 谢谢